交往的过程中,这四种女人会让你头顶一片绿草,特别是第一个。 两性交往时,有以下几个特征的女人绝对不老实,特别第一个。 对陌生人的态度,这一点很重要,大多数女人比较矜持,不会对陌生的男人太过热情, 而不老实的女人看到眼前追着好男人,很着急马上冲上去,立刻开始撒娇,用手触摸身体,眼睛带着桃花。 如果你喜欢的女人第一次见到你就这样表现,她肯定不只对你有这样, 她的熟练程度可以代表她对多少男人做过这样的事。 如果你真的想找个爱人,这种女人请果断拒绝,远离她。 异性朋友远比同性朋友多 如果你喜欢女人,并且有比同性朋友更多的异性朋友,你就得小心了。 一个好的女人不仅要与异性保持距离,相处得好,还应该能够与同性、朋友相处。 女人最了解女人,如果你喜欢的女人是另一个女人,不想和你在一起的女人,那一定是她有问题。 也许她是不诚实的女人,所以抱着玩的心态,更愿意和这样的女人当久录朋友。 不愿透露你们的关系,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打开家门,毕竟时间还没有到来,不能心急。 这意味着你也要对她的朋友隐瞒你们的关系。 如果不是虚荣心,她还有另一条退路,一旦她把你公之于众,她就不能和其他男人调情了。 可想而知,她的感情一定不是真的,如果她心里只有你,她至少会公开告诉她的朋友们你们的关系。 告诉她身边男人她属于你,请保持距离,喜欢和有钱有势的人交朋友。 这样的女人也是一个物质的女人。 如果你发现她所有的朋友都很富有,或比她有优势,她一定是不诚实的。 除非她自己属于那个圈子,她的朋友圈都是对她有利的,对她不利的那些她不看,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不会长久。 物质的女人是很难有真心的,即使她真的爱上了人,还是会跟着有钱有势的人跑掉。 在这些女性的价值观中,真爱从来没有物质上的东西重要,男人必看。 男人和女人天生就互相吸引,但是记住,不要以貌取人。 从这些行为中你可以初步判断,这是不是你想要的女人。 不要因为喜欢一个人就找借口伤害自己。 有着一颗真心的男人,要配上一个真实的女人。